這首Beyond的光輝瑟穴 怎麼猜到原來他們只用了一天來學歌詞 更厲害的是他們不只會寫、會看中文 普通話甚至比很多香港人說得更好 我叫萬月,月亮成月,今年16歲 我來自馬拉維阿密多佛邦關教師 我讀高中三年級,謝謝大家 其實他們三個都是非洲馬拉維 這個孤兒院的孤兒妮 這次來香港是交流和參演 體驗香港文化 關懷中心債由一位台灣法師創立 小朋友除了要接受當地正規教育之外 還要學中文 而這位七十後的香港人 更是幾年前放棄高薪厚職 來到這裡做院長 其實我在香港,我在航空公司上班 當時做一些管理的工作 去到某一個位的時候 讀了一個佛學課程 然後覺得人生可以再多一點點東西 然後再開始找一些機構去服務 後來就選了康彌陀佛邦中心 這份工作都不是那麼簡單 要管理孤兒院三百多人 幫小朋友剪指甲,獻餐單 甚至向政府買地,建孤兒房等等 全天候照顧他們 少一點心機都不行 但他說最害怕都是 要面對疾病和死亡的威脅 好像他很疼愛的阿德那樣 是愛之平患者,要早晚吃藥 又要經常去醫院檢查 那一刻他的身體突然轉差 他的把握指數就不斷地跌 我們其實都怕他出事 後來他沒事 但我過程當中 我感覺到 其實生命都是很脆弱的 人生也實際很多事情很無常 既然這些事情 我們不能逆轉的情況 才不斷好好地活好在這個當下 他還當這種生活是修行 更加在苦中,面出處世之道 我覺得平淡是福,知足常樂 很簡單 簡簡單單地過每一天 其實已經很足夠